黃毅嬌他算是一位傳奇人物 大家都比較關注他的花邊新聞 他確實也是精彩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位男主角 唯一的男一號 不管是寶寶事件 不管是他的原配事件 不管是他後來被狗仔偷拍到的事件 有沒有發現他幾乎沒有出來說過任何的話 他就這樣子默默的都不講 我從他這個性格可以看出來 他應該是個溫和的人 應該是個口不出惡言的人 回顧一下他這個精彩的一生 這是他的原配 他的原配姓鄭叫鄭春月 那他的原配在1998年的年底 你們知道嗎 1998年三個女人同時出了三本書 一個是原配鄭春月 另外一個是周玉寇 還有一個是黃光琴 這三個女人都出了一本書 全部都在講黃毅嬌的情史 那當然這三個女人都跟他交往過 那當然這三個女人出的書 對他對黃毅嬌本人來說 當然都是很負面的嘛 那一時之間就造成了輿論軒然大波 那首先他的原配出書 裡面就點到了黃毅嬌劈腿 導致他們婚姻破裂 這個原配是原配 黃毅嬌又劈腿兩位女性 所以最後導致這個原配抓姦 然後就婚姻破裂 那因為黃毅嬌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 那大家都知道他非常的有女生緣 包括他在競選的時候 可是不要誤會喔 黃毅嬌他的感情生活 跟他的工作 他工作上面絕對是個人才喔 來 那接下來就是看到 最有名的寶寶事件 因為黃毅嬌很多女生喜歡他 反正他交往對象都叫寶寶 每個都叫寶寶 就比較不會叫錯 所以這就是寶寶事件的 三角鏈的女主角 那黃毅嬌那個時候 確實他應該是跟 何毅嬌這位名媛 還有跟周玉寇 他們後來去比對時間 他們應該交往是有重疊的 那後來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位女性就聯合起來 那時候周玉寇就躲在 何毅嬌家裡面的衣� 在偷聽黃毅嬌對何毅嬌的表白 何毅嬌就問啊 衣�裡面有周玉寇喔 何毅嬌就問了 問黃毅嬌 你跟周玉寇是什麼關係 結果黃毅嬌回說 哎呀那個沙皮狗啊 所以沙皮狗事件是這樣來的 周玉寇躲在偷聽黃毅嬌 對何毅嬌的表白 何毅嬌就問啊 衣櫥裡面有周玉寇喔 何毅嬌就問了 問黃毅嬌 你跟周玉寇是什麼關係 結果黃毅嬌回說 哎呀那個沙皮狗啊 所以沙皮狗事件是這樣來的 那這個周玉寇躲在衣櫥裡面 一聽到沙皮狗三個字 立馬從衣櫥裡面衝出來 所以就爆發了非常激烈的口角 那這個就是當時大概的一個情節 這就是所謂的寶寶事件 後來周玉寇他當然是非常的傷心嘛 在兩性專家黃毅嬌的陪同之下 出來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周玉寇跟大眾道歉 因為他之前有介入黃毅嬌的家庭 他跟大家道歉 記者會上面也對黃毅嬌指控 說黃毅嬌為了政治前途 要他墮胎等等等等 那黃毅嬌為了這個事件 黃毅嬌以前是親民黨的 後來被宋楚瑜有降職 所以就是寶寶事件鬧得非常非常大 但是寶寶事件過後 這個黃毅嬌最後還是跟何毅嬌在一起了 而且公開的交往 交往了大概又過了三四年 結果這次應該是何毅嬌被拍到了 被拍到跟企業小開 在街頭永穩出去玩 然後就被拍到這一張 所以就甩掉了黃毅嬌 然後那個時候黃毅嬌他選立委連任 然後也失敗 所以除了周玉寇 所以除了何毅嬌 然後除了原配 那後來呢 因為這個寶寶事件報得太大了 報得太大之後呢 也有黃光琴的事耶 也有黃光琴的事 後來發現黃光琴他去比對那個時間走嘛 黃光琴發現他也是寶寶之一耶 黃毅嬌等於45歲的時候 就同時被周玉寇、黃光琴、鄭春月 這三個女人出書 然後被報花心 他這個唯一男一唯一男主角 好像都沒有聽到他出來講什麼 反正他就是應該是蠻壓抑的 他也沒有出來講這些女生怎麼樣 他都沒有 反正他就開始就比較沉疾了 那接下來他又被雜誌拍到了 這個是2006年了 黃毅嬌53歲 他那個時候是親民黨的 立法院的黨團的一個總召 他晚上就約了這一位女孩子 長髮、清秀 然後兩個人上仰德大道 然後再到金山去 然後在這個巴黎這邊 有一個叫左岸咖啡 他們就停下來散步嘛 散步就牽手 我這國仔真的很厲害耶 散步牽手就被拍到 天啊好恐怖喔 後來他們兩個約會 大概約到晚上10點多 黃毅嬌就帶這個女孩子 回去了 把女孩子送回家之後 大概在11點的時候 他又去載了另外一個女生 這位大家應該比較熟吧 叫莊佩玲嘛 所以黃毅嬌就去這個女生的家裡面接她 然後把這女生就接到了立委的宿舍 過夜就對了 記者全部拍到以後就打電話給莊佩玲 打電話給她 詢問她說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黃毅嬌在大安會館過夜啊 然後莊佩玲一聽到 就下意識的她冒出了一句 慘了 但是她也承認了 記者就告訴莊佩玲說 你知道嗎 在黃毅嬌跟你過夜之前 她先載了一個女生去海邊約會還牽手 那莊佩玲就說 她否認跟黃毅嬌是男女朋友 她也有一些比較強烈的回應 她說她自己交往對象一定要專一 她自己也會專一 如果是劈腿的男生我一定會還她 而且我還她呢 我會是趁我們兩個還在交往 還沒分手的時候 我就劈給這個男的看 因為她講這句話的時候 不覺得跟何麗嬌做的事情 好像有一點如出一策 那這個我們不去評論 因為感情的事情 你遇到 我沒有說誰渣誰不渣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遇到渣男 或是你遇到渣女 然後你還忠心梗梗 然後你還非常的專一 那你就一定會受傷害被騙 你遇到渣男他劈你腿 那你為了你想要心理平衡 你也劈她腿 那真的讓你自己舒服一點好瘦一點 我是沒有意見的 我是沒有意見的 還有一個是史瓦季蘭的公主 在60歲的時候 60歲黃奕嬌那時候還真的非常帥 那時候是立法院長王金平 他設宴款待 黃奕嬌也有一起出席 就有傳出史瓦季蘭的公主 喜歡黃奕嬌 煞到黃奕嬌 現場的藍綠的立委還一起拱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你看喔 1998年三個女人出一本書 同時說一個人花心 然後導致黃奕嬌丟官 可是後來黃奕嬌其實又選上了台中立委 後來才失利 這位帥哥真的是一代帥哥 他不只是在感情上面大家津津樂道 其實是在他的工作上面 這有競選團隊 黃奕嬌當時競選團隊 服務處其實是有表示喔 黃奕嬌他們說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叫做 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敢講怕熱就不要進廚房的人 應該是還蠻坦蕩的 那因為黃奕嬌他擔任過8年的立委 他對選民的承諾不包工程 不跟財團掛鉤不收選民的紅包 不會用他的官員的這個勢力去施壓去牟利 這個是他之前的對選民的承諾 好像據說他都有做到 他如果沒有做到 早就包工程要亂七八糟了 黑錢啊什麼 早就被爆出來了 台灣現在亂象重生 可是如果你看到以前的政治人物喔 撇開他感情世界不說 可是他對選民的這種承諾 這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很想要有的這種政治人物 清廉守信這個是他自詩他自己的 這個是他在工作上面的 政治人物真的不要不擇手段 不要胡謀私利喔 以前的政治人物我覺得比較素質比較高 現在喔現在還好 不過因為黃奕嬌的這一次的事件 好像是說他親身 好像說他是被憂鬱症所苦喔 親身的或是跳樓的事件 好像從李鑫我們之前許議長社會不公不義 還有龐建國有沒有 龐建國也覺得社會沒有是非嘛 那現在又是黃奕嬌 所以把這幾個人如果拿在一起看的話 好像比較是國民黨的人 我不是說什麼陰謀論 因為人家就反正定案是憂鬱症就是憂鬱症 好我只是說大家真的要想開一點 因為在我來看黃奕嬌也算是人生勝利組 也已經70了 那用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喔 我相信他最近一定是壓力非常非常大 因為周玉寇在美光燈下一直都在活著嘛 周玉寇一直都一定要他的媒體的曝光度 媒體的流量他非常的誇張 那每次講到周玉寇就一定會講到黃奕嬌 他們這輩子好像就是一直被連結在一起 那可是周玉寇又一直這麼活躍 變成黃奕嬌想要低調都沒有辦法了 真的一代帥哥真的是犧牲在 犧牲在某一個很想要美光燈的女人的底下了 不過很多人的內心有那個結揪不開 結不開 這個不是說我們表面上 比如說打個招呼啊 最近好不好啊什麼 那種朋友之間很表面的虛寒問暖 是沒有辦法深入那個結的 我覺得你真的心裡有不開心有不舒服 你想不開的時候還是要尋求專業的幫助啊 尤其是以前風光過的 不管是政治人物不管是藝人 風光的時候很風光 可是當沒有美光燈的時候 那個落差是非常大的 心裡大家要能夠調適好不好